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啊 可以跟你们一起出去玩 真开心 但是老实说 我只会吃草莓 对台湾农业发展并不是很清楚 要不要邀请小树娃一起来 也请小树娃为我们上一堂行钱课程 这样我们会有更丰富的收获 你们觉得好吗 好啊 真是个好主意 狐狸猫果然是个最好学的人 赞成 那我们也邀请小树娃一起去吧 你知道台湾主要的农作物有哪些吗 台湾农业经营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这一天狐狸猫 狸狸和麦麦坐在小树娃家里 因为小树娃要帮大家 上一堂关于台湾农业的行钱课程 小树娃 我们要到苗栗采草莓 除了吃草莓之外 我们也想多多认识台湾的农业 你就跟我们大家说说相关的知识吧 没问题 那我就开始了 要了解台湾的农业 首先需要了解产业类别这个概念 社会上所有的产业类别 是来自于生产活动 生产活动就是投入资源 以获得产出的过程 依照生产活动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和产出 可以分成三个类别 分别是第一级产业 第二级产业 第三级产业 第一级产业是直接取用大自然中的资源 像是我们常听到的农业 林业 鱼业 畜牧业都是属于第一级产业 那我朋友家摘种草莓就是第一级产业咯 没错 狐狸猫反应很快哦 第二级产业则是利用大自然提供的资源进一步加工制造 又称工业 例如纺织业 食品加工业 钢铁制造业都属于第二级产业 那把草莓拿出加工 制作成草莓杖或是其他草莓口味的食物 也算是第二级产业咯 没错 黎黎的联想力也很好耶 最后的第三级产业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常接触到的 例如运输和贩售农业和工业的产品的商业和服务业 让它们从产地移动到我们的手中 那像是去餐厅吃草莓口味的蛋糕 餐厅就是第三级产业 对吧 没错 买买很懂得举一反三哦 看来大家都学起来了呢 你了解怎么区分三级产业了吗 画面上是一个土凤梨酥的诞生的过程 现在请你试着连连看 每个流程分属于哪级产业吧 我有一个亲戚家是种稻米的 跟狐狸猫的朋友家一样 属于低级产业哦 没错 不过很有趣的是 稻米和草莓的类别又不一样了 稻米是属于粮食作物 也就是我们的主食来源 而草莓是属于经济作物 被用来当作食品的原料 或者卖出去换取现金 原来光是农业就有那么多的学问 那台湾有哪些重要的粮食作物 和经济作物呢 台湾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稻米 早期重要的经济作物 则是茶叶和甘蔗 那这些作物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我们常说农业是看天吃饭的产业 所以一个地方要种植什么作物 气候和地形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稻米需要充足的水源和平坦的地形 所以分布在台湾的平原地区 茶叶适合种在潮湿 而且排水良好的丘陵和台地上 所以大多数种在丘陵与山地 例如北部的深坑和中部的鹿谷 这些产地的茶叶都很有名哦 至于甘蔗则是分布在高温且多雨的平原 所以集中在台湾的西南部 不过由于生产成本较高 现在较少看到甘蔗田 连连看水稻 甘蔗和茶叶的分布图各自是哪一张呢 对了 忘了跟你们说 我朋友家种的草莓不只是开放观光 还有卖到国外去哦 哇 原来台湾的农业这么厉害啊 没错 这也是台湾农业的特色 过去的传统农业以自己自足为主 现代农业则以供应人们的需求为导向 加上保存技术进步和交通便利的关系 农产品还可以销售到国外 我们称这个特色是农产品商品化 对耶 我记得大家都说台湾是水果王国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可以吃 李李提到的是台湾农业的另一个特色 农产品的多样性 也就是能在一年四季生产不同的作物 这是因为台湾位在低纬度地区 而且地势高低落差大 可形成不同的气候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种植热带和温带的作物 没想到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 居然有这么丰富的农业啊 对啊 再加上台湾人口密集 而且山多平原少 每个农民平均持有的农地面积不大 农民投入了大量的劳力和资金 以提高每个单位面积的产量 这样的方式称为集约农业哦 今天讲了很多观念 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吧 产业类别可以分成三集 一 第一集 直接取用大自然中的资源 包含农林榆木业等 二 第二集 利用各种原料进行加工制造的工业活动 如纺织 食品加工 钢铁制造业等 三 第三集 对人们和产业提供商品与服务 包含服务业 金融 观光 交通运输等 粮食作物vs经济作物 一 粮食作物直接作为人类的主食 二 经济作物 用来加工制造 或者卖出去换取现金 农作物的分布 一 稻米 分布在平原 盆地地形 二 茶叶 分布在北部和中部的丘陵 台地和山地 三 甘蔗 西南部的平原 台湾农业的特色 一 农产品商品化 近年来交通便捷 利于农产品外销 二 农产品多样性 因地处低位 且地形高低落差大 因此产品多样化 三 集约农业 地狭人酬 投入大量劳力 资本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你知道每天家里吃的米饭 是从哪里来的吗 从产地到你的碗里 经过了哪些地方呢 小提示 可以看看米的包装 是否有些产地哦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